牺牲人口骤降,幼儿园亦害难求,全国多地幼儿园出现大规模关停,两年时间倒闭2万多家,人口红利消失引发的教育危机,几十万诱师没了工作,失业再就业却不容乐观。 近些年来,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,成千上万的幼儿园面临关闭的情况日益严重。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,2023年,我国的学闲教育在员儿童数量为4093万人,与2022年相比,这一数字下降了534万人。 回顾历史数据,幼儿园的儿童人数在2020年达到峰值,2021年较之前下降了13.06万人,标志着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。 2022年,儿童人数的减少速度加快,减少了177.66万人。 随着儿童人数的快速减少,幼儿园的数量也出现了下降。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2022年我国幼儿园数量出现首次下滑,较2021年减少了5610所,降幅接近2%。 到了2023年,该数据持续扩大,全国幼儿园数量降幅突破5%。 据悉,2023年,全国共有幼儿园27.44万所,相比2022年,全国幼儿园减少了1.48万所。 这意味着,2023年,全国平均每天关闭40.5家幼儿园。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一名教授对采访的记者坦言。 目前,我国幼儿园的关停以及撤并高峰已经来临,这一阶段会出现几个趋势。 公办员师生比提高,班额缩小,相随幼儿园持续撤并,招生竞争白热化,一些民办非普惠园退出市场或转为普惠园。 10年前,幼儿园还呈现入园难,入园贵的特点。 为了更好满足群众需求,国家大力发展普惠园,扩大幼儿园人才培养规模。 如今,声援下降,大量幼儿园意海难求,经营难度逐年攀升,撑不下去的幼儿园只能选择关门倒闭,以及时之损。 山东几宁的一家幼儿园经营者于波决定关停一部分园区。 在2021年的时候,于波夫妻共开了11家幼儿园,也见证了行业的活棒。 但是到了2022年,再远的幼儿人数就减少了三分之一。 于是在2023年春,于波夫妻决定关停三所幼儿园,暂时保留八所。 对于幼儿园的关停,于波坦言确实很满息,但现在还不是最难的时候,因为随着新生人口的不断减少,在今年9月的招生会更难,所以他们也必须及时止损。 有媒体记者汇总了全国150个城市的学前教育数据发现,有近80%的城市在2023年都记录了幼儿园数量的减少,并且幼儿园数量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三四线城市,这与人口减少的趋势相符。 而在一些一二线城市中,情况也不容乐观,就连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也都出现了关停幼儿园的尴尬局面。 在我国四大直辖市中,北京的幼儿园数量在2021年达到峰值,然而在2022年时就比2021年减少了11所。 天津的幼儿园数量则是连续两年下降,2022年为2257所,比2021年减少了89所。 重庆的幼儿园数量也在2021年达到顶峰,2022年减少了20所。 另外,常住人口排名前十的省份中,去年山东的幼儿园减少了317所,四川减少了230所,河北减少了144所,浙江减少了181所幼儿园。 在这些被关停的学校当中,一部分学校是直接关闭,另一部分则被合并至其他学校。 除此之外,还有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幼儿园一年内关闭达到20%甚至30%。 比如,江西英台市2022年的在元幼儿数量为3.34万人,比2021年减少了8.8%,幼儿园从2021年的441所减少到421所。 而到了2023年,更是骤降至289所,减少了31.4%。 这一年中,在元幼儿人数同样减少了8.5%,为3.06万人。 此外,吉林白山、安徽邦部、浙江渠州2023年的幼儿园减少幅度也都在四分之一以上。 幼儿园减少的直接原因是新生儿人数的加速减少。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,2023年全国的新生儿人数为902万人,比2022年减少了54万人。 新生儿人数的持续下降导致了两个直接后果。 第一就是,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,出生人数持续低于死亡人数。 去年全国的死亡人数为1110万人,最终这导致了全国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减少了208万人。 第二,幼儿园在元人数和数量不断减少,同时这种影响也已经扩展到小学。 由于城镇化导致农村大量小学关闭或合并,小学的数量过去20多年一直在减少。 而现在的减少则是出生人数下降因素的叠加。 据了解,在国家放开二胎之后,新生儿人数在2016年出现短暂的高峰之后便开始下滑。 2017年出生的孩子去年已经6岁,正式入小学的年龄。 第二波影响将随着时间推移,进入初中、高中甚至大学阶段。 从数据来看,初中的学校数量在2021年已经达到顶峰,目前也已经连续两年下降了。 根据教育部3月1日的发布会披露的数据显示,目前我国共有初中5.23万所,招生1754.63万人。 5.23万所初中,这相较于2022年减少了0.02万所,相较于2021年减少了0.06万所。 虽然初中的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都在增加,但根据新生儿人数的趋势,出生人数下降的影响尚未触及到初中。 目前的数量减少主要是三四线城市人口减少导致的合并和关闭所致。 不过,根据人口趋势,牺牲而减少带来的影响将很快涉及初中,并在未来几年内显现。 与此同,人口的减少对高中和大学的影响也将依次展开。 教育部公布的今年高考人数高达1342万考生,这一数字再次创下历史新高,比去年增加了51万人。 2024年的高考生,对应的是2006年前后出生的人,2006年的出生人数为1595万人。 根据出生人数的趋势预测,我们的高考人数未来还会继续创新高。 出生人数在2016年达到顶峰,这意味着我们的高考人数基本会在2034年前后达到历史最高点,之后将迅速下降。 2023年出生的人,到时候的考生人数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左右。 高考人数一旦进入快速下滑阶段,大学数量必然会受到冲击,大学关闭潮将成为必然,只是时间问题。 随着幼儿园的大规模关停,有时就业环境也变得不容乐观,接候幼儿教师这一职业的人才却会逐渐呈现饱和的状态,未来也将不需要那么多的幼儿教师。 这也就意味着幼儿教师的就业之路会变得越来越渺茫。 这对于学习幼儿教育专业,以及未来想要从事幼儿教育行业的学生来说,不是一个好事,同时也会影响他们的就业和发展,阻碍我国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的进步和发展。 所以,教育部门也要逐步提高幼儿教师的学历招聘门槛。 原先专科学历的学生就能成为幼儿教师,如今学历已经逐步提高到全日制本科级以上。